照片是我们记录美好时光,回忆人生最直接的东西 教室里,同学们正围在一起,分享各自的班级照 过去一年发生的事情仿佛都历历在目 这时,一个女同学感动得泪流满面 据照片主人介绍说,那是拍摄于一个美雨天的早上 来到学校的她,发现雨伞收纳出乱七八糟 导致她的心情瞬间失落到了极点 就在这时,版本走了过来 二话不说,开始了一番神操作 乱七八糟的设断台,瞬间焕然一新 多亏了她的插伞艺术,再也没有人乱放伞了 就在此时,双马尾也惊讶地尖叫了起来 据说,那是马拉松大会的时候拍的 当时人山人海,根本就没有办法抓拍到奔跑中的版本 所以,就在折返点的位置,拍下了这张颇有艺术感的照片 在场所有的女生都被这张照片折服 纷纷举手要加印 就连版本的死对头阿将也举起了手 这口不由心的一幕,着实搞笑 就在此时,两位好基友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 说要召开紧急会议 原来是申赖同学又要留级了 听说因为出情率不达标 看过之前几天的小伙伴都知道 申赖是个35岁的留级王 为人凶残独辣 可是接下来,8823他们就要跟申赖同年级了 不免为此感到深深的担忧 而这个申赖一直不肯毕业 似乎是因为缺少一个旗鼓相当的对手与挚友 所以大家必须提前做好心理准备 与此同时 教室里的同学们还在津津有味地欣赏着每一张照片 小胖惊讶地发现 自己竟然也有桃花孕旺盛的一天 殊不知 女同学只是把她当作当地的海女了 这时,一位老身是向班长所要版本的游泳照 可遗憾的是 那天版本入海之后就再也没有上岸 所以说,如果当时有一台水下相机就好了 就在大家失望之时 一个女同学突然激动地昏缺了过去 原来,班长的自拍照上 版本已经意外地出镜了 果然是版本大佬 不拍寻查照啊 随后,所有女生疯狂地奔向了照相馆 要求打印放大版的维纳斯 与此同时 阿将看着手中的照片陷入了回忆 原来,阿将才是真爱啊 然而,深爱却再次出现 然后开始了日常传销 班本就像夜空中闪耀的月亮 围着他转的人 就像飞蛾扑火的可悲虫子 所以阿将必须坚持自己的内心 不能迷失自我 在深爱的忽悠下 阿将终于黑化 看来阿将与版本的战斗 终于要开始了 我是彤彤 让我们下期继续吧